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中国MBA留学生 读书期间就成功创办了全球领先的在线游戏平台Karena 当时觉得自己还年轻我也不担心 我输得起 我啥都不怕 她是国内第一个和明星一起做广告 代言自己企业的CEO CEO的工作更关键是组织你需要资源 找到你需要的人 她从游戏到电商 她创办的巨美优品 不到一年总销售额就突破1.5亿 成为电商行业一匹让人瞩目的黑马 你要颠覆一个大象 一定要用各大不一样的政策 你不能说它很重 你也很重 你得想办法撬动它脚上倒下去 这很关键 她就是巨美优品CEO及创始人陈欧 本期节目 陈欧与您一同分享 如何做好品牌营销 我对这一点呢 还是非常的看不懂 就说当一个人创业的时候 不是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而是根据这个指南针给指出来的 就是说 现在什么地方创业最有好啊 电子商务 SNS 然后移动互联 对吧 这三大象里面都能刨出京来 像雷军说的 这个是风口 猪在这个地方也能飞起来 对对对 你们就恰恰是照这个逻辑做的 其实我觉得很关键 因为我第一次创业做的是游戏 自己喜欢的东西 如果你是一个人创业者 一个人 说实话 你可以追逐你喜欢的东西 但你作为一个职业的专业的创业者 一个CEO 但你需要养一个公司 你需要向你的团队负责 你需要向你投资人负责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你一定要想清楚 以现在的兴趣 是否有可能做成十亿美金的产业 是否有可能做大 这是很关键的 就是我的梦想是做一个成功的公司 让跟我几座的人都有肉吃 而不是说我成为我喜欢念东西 我把东西变成我的事业 我做过了 我学计算机 做的第一个企业是游戏企业 第二个东西我做的是游戏 类质广告企业 然后我转型之后 直做的是电子商务 零售产业 就其实我做三个东西 是完全不搭边的 中国创业上估计像我这样转型 这样不靠谱的人是很少的 就非常不靠谱 一个团队没变 直接从游戏就转型到电子商务 从针对男性的产业 做到对女性产业 从虚拟的互联网产业 做到卖货的产业 它基本上是一个 像跳牙一样的一个转型 其实说实话 刚开始我对电子商务 我倒没有真的很强的热情 我回国的时候 我也从没想到过 自己会做电子商务 包括我的合伙人说 如果我回国前告诉他们 是谁回国做电子商务 他们肯定不会回来 因为我们本身三个 你告诉他是做什么呢 游戏这些广告 当然觉得是很炫很酷的一个案例 在美国也有成功的案例 在一年时间做两亿美金 当时我们是从来没有想到 自己会碰任何实体物流的电子商务的 因为在美国是觉得 这是很累 很脏 很辛苦 而且很多环节 我们宁愿做个很炫很酷的 互联网上的东西去改变世界 就像很多在美国受教育的人一样 我们叫美国一个模式 搬到中国来了 然后最后发现 水土不服 外国的月亮不一定是圆的 中国同样路不一定走得通 最后决定做一件事 能够活下去 早期想法很简单 我们得做件事情上 公司能够盈利 能赚钱能活下去 当时想做什么呢 做电子商务是有机会的 市场很好 机遇很好 而且最大公司 不一定能把我们灭掉 因为你也知道 在中国创业的时候 常问问题是 如果腾讯做这事 你怎么办 像电子商务 我们相信腾讯应该不会 全力地去卖化妆品的 可能拍摆上有些店 但是他应该不会说 全力做化妆品的 垂直独立B2C 所以最后我们就选择 做电子商务 但我得承认是 做这东西第一天 我更多是一个理性的分析 而不是说对这东西的一个 非常强的激情 一直在做了一年之后 当发现作业大之后 对这时尚 化妆品产业 激情才感觉到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影响更多人 所以在必要的时候 人是需要向市场低头的 我觉得很关键 虽然很多大佬说一句话 你要坚持一定要努力 要向梦想奋斗 但我觉得以前杨林说的 就很对 人坚持的是对成功的追求 而不是对某个项目的追求 就是说一个CEO 他一定要很好的判断 你这事情对不对 很多兴趣 因为市场 因为环境 他是做不大的 一定要把握实事 在正确的时间 做正确的事 才有可能真正的事半功倍 做一件大事业 你是自己作为巨美的代言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像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是你达到效果的 就说因为您关注这事 是很有趣的事 当每个人都请明星的时候 你请明星 你没有差异性了 可是我看到你们 还是在请明星 韩根不是您代言人吗 韩根请明星 但是CEO和明星 一起出席这招 我相信电商企业中 能打这招的不多 别人也不会跟我们打法 就说这是差异化 巨美优品从第一天 都要不停地 根据市场环境 去打差异化的牌 别人卖一万个东西的时候 我买一个 别人卖生活服务的时候 我卖食物 别人是野蛮生长的时候 我做好服务 但有一天 差异化没价值的时候 我没法通过 绕开打的方式的时候 我会踏踏实实地 打正面战 不过现在我觉得 不是二时候 我们现在还是游击队的时候 还有京东没有太大的 正面竞争的时候 我在这品内 我还是先 把我自己的服务做好 做好我的优势吧 当时这个也是谁的主意 就是说让你自己出来 做品牌代言 各种原因吧 自己想一下 自己出来 肯定是有风险的 但是我觉得 它也有价值的 它更多是个世界营销 我说过嘛 有人会说我嘚瑟 有人会说特别的效果 有人会成为我粉丝 有人会把我感动 有人会不屑一顾 但不管怎样的话 到人去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已经实现很强的一个品牌 传播的东西 而从营销角度上 我个人觉得一定要创新 你没有创新 没有新的点 没人会记住你 成功的营销 往往是有可能把公司带来 一个新的一个高度的 尤其是在电商公司 拼命烧钱的时候 拼命起明星 拼命打广告的时候 谁在营销上能够做得更好 他就能够走得更远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更多不是说 我代言拥命烧品 我说了我的词 是我为自己代言 其实我代言的是一种 创业者和团队的代言 就是说 就我们是个团队 我是为团队站出来 而不是为一个品牌站出来 拥命烧品的品牌代言是韩庚 而我是自己的代言人 就更多的是 并非说到处去宣传各方面 更多是把一种 我们的价值观传递出来 让别人说看到希望 因为像韩庚的 更多是告诉别人说 拥命烧品是干嘛的 而我的这个广告 更多是告诉别人说 作为一个年轻人 为自己代言 勇敢地活出自己色彩 更多是这个概念 其实我觉得 不需要太多宣传 消费者会帮你主动宣传 凡是所有观众 觉得有共鸣东西 他都会帮你主动传播 就包括微博上这条广告 当时好几千条转发的 效果是非常好的 评论也非常非常多 你们当时为什么选韩庚呢 因为你们卖的是女性化妆品 为什么一定都要选男的 您不是第一个问我这问题的人 您问这个问题 证明说你关注了 关注证明说 我们营销是有效果的 而且韩庚说实话 他的形象也非常好 非常阳光 非常清新 他的粉丝也是我们受众 所以是有定价值的 我们随时有可能走一步 别人看不懂一起 就是如果您看 《巨美优品》 我们创业故事 每一步都是别人看不懂 都是创新性很多的 从我们选代言人 包括自己也出动代言 包括广告 挂盘 这些东西都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没人去学习的 但我相信我们做了每一步 都是让别人关注到 《巨美优品》 知道我们 它起到它的效果的 每一步都是说 不是在某些规则 和既有的经验里面 去找到的 对 那你根据什么东西 说你要去做那个 那个呢 用直觉 你的直觉 我的直觉 第一 风险肯定可控的 第二 效果 是有可能会爆发的 我会去做 举例子 我自己出来代言 我也想过 抛出路面 有可能会 各种负面 有可能很多讨论 效果怎样 我不知道 但我想 最坏最坏结果 形成事件 它也是有价值的 而且我想过 和韩根一起代言这事 打出一段广告牌 我相信业内 能够跟我们的人 没有 别人是没法去跟我们的 就说想跟 是跟不了的 想复制 是没价值的 是没效果 而且哪怕是复制 别人会说 身上有我们的影子 就包括很多广告 别人会说 有凡客的影子 学习凡客体 其实是帮凡客 去强化他的印象 凡客找韩根 做代言人 是非常成功的 但后面企业 找代言人 效果大部分是失败的 大部分是没效果的 是没有形成 一个品牌口碑的 但我们这种做法 至少是形成了 一个品牌口碑 他的证明就是说 今天您问了我 为什么 对 这是一个试点点 因为我觉得 好的营销 永远是个试点 而不是靠媒体 纯粹地去推送 它是个试点 别人去关注 别人去传播 还是真的好的营销 我们第一天建的公司的时候 公司可能价值是200万美金 你这是200万美金的联合创始人 在公司两个亿的时候 你如果成长不成 两个亿的时候 一个副总 你能力成长不上去的时候 你会被淘汰 在你过去从事 这个创业经历里面 没有什么所谓的服务 你这个服务 后来是怎么理解的 怎么把服务团队建设 其实我觉得 我虽然以前没做服务 但我有个性格 我是极性子 我是完美主义者 比如消费者 不开心的 我就觉得特急 特不爽 像需要评讨的时候 说一句话 消费者永远是对上帝 永远是对的 永远不要消费的较真 我就觉得 说很对 然后我让每个基层各服 他都有直接免单的 退货权利 每个基层各服 他可以直接给消费者 反四五十块钱的贷金券 我会把这些权利 下放了下面每个人 就学习海底捞的一些理念 海底捞也是说 你每个基层的服务员 都可以免单送菜 我会把这些东西 让我的基层各服去做 我很清楚 当他们做件事情 是超过了用户的期待 那用户肯定会说你好 会表扬你 当你做事 没达到期望值的话 他会说你特糟糕 就包括有时候 消费者对我们货物 可能有些质疑 他真的有些 讲不清楚的时候 我们第一 给他退货 他要退货 直接退给他 没问题 钱直接倒到账上 第二 我们就会亲自买一个 他觉得完完全全 没有质疑的货 他说什么样子 我们寄给他 而且我们不告诉他 给他一个惊喜 包括我们第一天 我们就叫嚣 是三十天 无条件退货 但当时 就是说你拆了之后 就用了之后不能退 现在是用了还能退 凡客也是这样 凡客它是衣服 衣服你是可以在二次销售 但我们说你拆了之后 其实不能二次销售的 我们是直接就认栽认赔了 很多店早期都说假一赔三 但是说需要你去专柜 或者什么制建总局 开个证明 我们本来早期就这样做了 然后觉得这是不靠谱 为啥不靠谱 消费者 他不可能去制建总局 而且他觉得是很麻烦 时间成本也很高 就站在消费的角度上 他需要什么 其实他需要只是退货 需要还他钱 就是真实消费者 他不会给你闹事了 他只是说 对你有些货不信任 不信任很正常 因为花容品有品类 本来就是一个很特殊品类 他可能因为说觉得 和他想象不一样 气味和想象不一样 就会怀疑你 尤其当你的公司做大 有品牌之前 他肯定是有一个 信任度的危机 信任度的问题的 所以这样想的话 我把消费者所有的风险 我们来扛着 不给消费者任何风险 他们去扛 这样时间长了 公道自在人心 就真正的买过 你消费者多了 他说你好 传不开之后 所有的负面 所有的质疑 都会隐喻而解的 我去上你们的网站 去看的时候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化妆品 但是国际一线大品牌的 还不是特别多 其实说实话 我们最近的思路 在尝试推荐一些 真正的性价比 很高 很好的产品 很好的产品 而不是只卖贵产品 因为我现在说 已经无条件退货了 然后国际一线品牌 已经知道贵 买之后 和期待不一样 消费者可能就觉得 很不爽快退货 但我卖他一些 二线东西 可能期望值不是特别高 用这个觉得特别好 他反而不会退货了 这是一个点 因为化妆品 这个品类 不正音量不了解 它是一个市场费用 占非常高额度的 它很多的广告 营销费用圈 到电视上去了 可能一个SK2 和一个预兰油 它的成本是一样的 可能一个十块钱东西 包装一圈 就卖两三百块钱了 这个行业 其实是个暴力行业 对我们来讲话 与其把一些很贵的 别人卖的好产品 推荐给消费者 不如我们真正的 卖一些性价比好 给消费者的东西 给消费者 毕竟说我们贩卖的 不是名牌 贩卖的是美丽 我们卖去希望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会尝试 研发一些自由的品牌 比如说我们 终于开始卖 那个巨美优品 自由品牌的化妆刷 卖几千个 因为我知道 没有好的化妆刷 我们自己做 质量又很好 又便宜 可能比牙刷便宜 消费者买了之后 你怎么知道谁合适 因为如果你不是 这个行业专家 比如像我 我开始我找互联网的人 就吃了很多亏 我就常常看走眼 你是怎么克服这一点的 这样讲就说 首先我的团队 就是我创始团队 是认识多年 非常了解的 执行力很强团队 所以说在互联网上 产品上 就所有用户看到 前端东西 我都可以很好解决 然后像其他 像客服啊 仓俗物流啊 这方面人 我们可能是通过猎头啊 挖人啊 朋友介绍 找到的 早期说实话 当你不懂的时候 很容易被忽悠的 但是早期 当你公司在比较小的时候 哪怕被忽悠了 你付出代价 不会特别大 所以说也是试错的过程 你就说第一次 第一步找特别好的人 是不可能的 有很多人是想 我创业的时候 就找特别优秀的人 加入我们 但是如果特早期的时候 特优秀的人 就是你的合伙人了 你会代价会非常昂贵 所以这时候 我们也不指望找到 特别特别优秀 出类拔萃的行业专家 而是很适合我们的人 而这样的人 当你公司高速发展的时候 也给他一个平台 去锻炼他 去培训他 他也可能和你公司一样 高速发展 如果他跟不上公司的 发展步骤 你当然是可以找到 更合适的人 你拿他怎么办 比如说转岗 或者是有些人 当自己跟不上公司的时候 他自己就离开了 因为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那两个创始人 他跟你的这个关系 好像比较默契 因为原来是从 做游戏的时候一块的 对 一个是我做游戏时 我的失地 另一个是我斯坦福的失地 关系都非常好 都是非常聪明年轻人 那你现在的公司做大了 会有新的团队 很重要的职位的人进来 怎么样就是说 建立一个新的平衡关系 我关心的是 谁能够把事做好 能把目标达成 不管是新进来的 还是老进来的 你能把事做成 我就扶你 你就是公司的爷 因为说公司做的是 靠群做事 做出成绩的人推动的 而不是靠群老人 包括我和我的创始长 小兄弟说 我们第一天建立公司的时候 公司可能价值是200万美金 你这是200万美金的 联合创始人 当公司两个亿的时候 你如果成长不成 两个亿的时候 一个副总 你能力成长不上去的时候 你会被淘汰 如果20亿的时候 成长不上去 你还是会被淘汰 你会被淘汰 我也会被淘汰 如果有一天 我觉得我个人的能力 已经没法把公司 带到一个新的地步的时候 请一个更加职业的 好的CEO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这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人不能只是 为自己一个 自己野心 自己的自尊心而活着 人得需要看着 大家的方向 换位思考 毕竟说后面是 一群员工 一群同事 是你的股东 是你的消费者 是你的所有联合创始人 当大家好 公司做大才是最好的 而不是自己 也坐在位置上 做不出成绩 这样和投资人 都要都去 没什么价值 你做了期权激励吗 有期权激励的 期权东西 我回国看一下 美国有区别 美国每个人 是很在乎期权的 中国有些人 可能不在乎期权 他在乎的是 每个人都两百块钱 参卜 贩卜 他在乎的是 公积金 社保 其实我觉得 要给他最需要的东西 有些人 他是愿意和你 同床共争 共产一个梦想的 你给他更多期权 有些人他需要更好的 是现金回报的 你给他现金回报 你给每个人 他需要的东西 公司核心的技术人员 核心的产品经理 核心的员工 我都是给期权的 但是其他员工 我会看到说 你想不想成为 公司的员工 你是想在这儿 打分工 待一段时间 做个具美优品金 还是怎样 因为现在毕竟说 具美优品这一年 你已经看到 成长速度比较快 所以说这个品牌 产生价值 前段时间对手 挖了一个市场专员 去当总监了 因为我们现在 市场部是别人 挖得最狠的 因为别人都觉得 具美优品是 市场做得非常好 里头是每天打电话的 那你怎么样留住他们呢 其实我们公司的 核心员工没有流失的 我觉得最关键原因是 因为第一 我们够公平 好的很员工都会给期权 第二 公司高速发展 你发展非常快 他们的实验 自己价值 找到自己的价值 意义所在 他们不会轻易去流失 就这样子的 然后说 肯定会有员工会流失的 他会觉得 自己要不是没被重用 没有时间自己价值 或是因为外面 优惠太多 都是有的 我觉得员工流失 是不能百分百避免的 只能说 尽量做公平 让公司最核心员工 全留下来 一起奋斗 不信了 不信了 感谢观看